不是会员开不起 而是完杰文更有性价比 这次的女主角依旧是柳如烟 汉刘家被把柳如烟 柳如烟提醒您 做好准备正文开始 我是穿书者一来 剧情就走向了高潮 老婆说自己爱上别人要跟我离婚 按照原剧情我应该拒绝 然后跟老婆来一连串爱恨情仇 最后在老婆的爱人手中死于非命 萧继伯 我们离婚吧 我已经爱上别人了 就算是强扭着过日子也不会幸福 哪怕你得到了我的人 也得不到我的心 更何况你连我的人都得不到 听着这熟悉的台词 我有点猛啊 睁开眼就发现自己好像是穿书了 根据脑海中的记忆 现在剧情已经走到了女主柳如烟 要跟我离婚的地步 按照原剧情 我应该一哭二闹三上吊地拒绝 无所不用其极 反正不管怎样都不离婚 并放狠话说 想离婚可以 除非我死 也因此让柳如烟对我越发厌恶 连看一眼都嫌多 我扯了扯嘴角 虽然这很扯犊子 但我也还能接受 看着离婚协议书上所写的内容 只要我同意离婚 柳如烟身为大家族柳家未来继承人 会给我两千万作为赔偿 而我现在的身份 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而已 每个月工资满打满算 还不到一万块 如果按部就班 就算是赚一辈子 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离婚嘛 本来我和柳如烟就没感情 当初结婚 不过是阴差阳错而已 现在柳如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爱 还愿意给我补偿 我为什么要拒绝 就在柳如烟特别失望 甚至十分生气的时候 我却非常淡然地说着 行啊 那就离吧 然后果断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需不需要 现在就去领证 柳如烟愣了一下 压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看到我真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好似更不可置信 你同意离婚 他还以为要大费周折 没想到会这么请你 当然同意 我总不能站着毛坑不拉屎吧 反正咱俩只是有夫妻之名 但没夫妻之时 谁也不吃亏 话说这笔赔偿快 什么时候能到账 熟读原剧情的我还很清楚 再过个一两年左右 我就能回归自己真正的家庭 那是一个连柳家都望尘莫及的存在 只可惜 原主没有这样的好运 还没被认回去就嘎了 目前我要做的就是好好活着 潇洒地活着 然后认祖归宗 享受更好的生活 其他都是浮云 嗯 那就直接领证吧 柳如烟虽然诧异 但还是带着我去了名证局 顺利领了证 看着自己手机银行发来的短信 已经入账两千万 我简直笑开了话 前妻 看在你对我这么大方的份上 以后常联系啊 其他的忙我都能帮 但是谈感情什么的就算了 拜拜 柳如烟嘴角一抽 实在不理解我 为什么会这么做 而我也懒得解释 只是默默地回去 收拾了自己少的可怜的行李 就果断离开了 首先拿着钱 给自己买了一套 适中心精装房 没想到刚下电梯 对门的邻居就出来了 萧继博 怎么是你啊 你该不会是被你老婆赶出来了吧 虽然这是事实 但却不太好听 我一回头 就看到了之前 跟我前妻是死对头的那个女人 好像叫白幼楚 因为我跟柳如烟关系的缘故 白幼楚也经常挖苦 或者跟我作对 现在遇见她 可算不上什么好事 我抿了抿唇 先入为主地问 你一个千金大小 放得好好的别墅不住 怎么在这儿买了一个小套间 白幼楚上下打量我 尤其是看到我手里的行李箱后 脸上笑容都变得越发生意 看来你是真的被赶出来了 萧继博 怎么 你这是想明白了 不做小白脸了 我眼尾抽了抽 白幼楚 你要是不会说话 就不要说 我啥时候当小白脸了 白幼楚哼了哼 行 你就嘴硬吧 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因为是金装修 我直接拎包入主 晚上从超市买了些食材 打算好好犒劳犒劳自己 顺便看看能不能找点事做 人可以摆烂 但也不能只想摆烂 突然门铃响起 我走到门口开门 再次看到了白幼楚 白幼楚手里提着好几个餐盒 看起来都热乎着 一起喝点 我有些意外 却也不好拒绝 只能让人进来 白幼楚身为白家大小姐 平时也都是被人宠着的存在 拍拍手 就有人提着各种各样的酒水 出现在我的房中 我俩对坐在餐桌前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什么 我发现白幼楚 还特地在我家里打量了一拳 最后满意地打开一瓶红酒 来吧 庆祝你恢复单身 我一愣 转念一想 按照白幼楚本事 想知道我离婚的消息 简直轻而易举 不过这女人的举动 多少有点反常 该不会是有啥 想要算计的吧 尤其是白幼楚的那双眼睛 笑得跟个小狐狸一样 摆明了有想法 就在这时 门外又传来了 有人按门铃的声音 我还闷闷 我明明是钢班的家 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我住在这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上门者 结果一开门就发现 居然是柳如烟 不知怎么了 柳如烟眼眶红红的 伸出手就想拉我 萧继伯 你跟我回去 我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 但还是下意识地 后退一步拒绝了 柳如烟 咱俩都已经离婚了 男女受受不清 你是不是应该注意点 柳如烟咬紧牙关 我知道 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爷爷病了 住进了ICU病房 他平时最喜欢你 就当我求你 去见见我爷爷 让他好起来吧 柳如烟的爷爷 对我确实不错 我和他之所以能够结婚 也都多亏了爷爷 不过 按照原剧情 爷爷不该在这个时候生病才对 这是咋回事 莫不是因为我和柳如烟离婚的消息 刺激到爷爷了 柳如烟似乎猜到了我心中所想 并且重重地点头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但不管怎么样 你先跟我离开吧 我有些纠结 一边是不想要和前妻扯上太多的关联 一边又不想辜负了一个老人家的一片苦心 突然间 白幼楚来了 他不由分说地搂住我的手臂 撒娇一样地蹭了蹭 接着像是故意张显主权一样开口 柳如烟 你都已经跟纪博离婚了 还主动缠过来 合适吗 纪博 喊得多少有点太热切了吧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柳如烟也注意到白幼楚 漂亮的脸蛋瞬间黑了下去 是你 白幼楚 你为什么会跟萧纪博在一起 还喊得这么亲密 柳如烟怎么都想不明白 曾经这个自己一直都很看不惯的男人 怎么好像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白幼楚将刺激贯彻到底 只见大胆地在我胸口花圈 为什么 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深夜来一个烛光晚餐 你说是为什么 柳如烟好像被五雷轰顶一样 瞬间忘记了所有的反应 最后更是试魂落魄地离开了这里 我及时抽回手臂 看着柳如烟远去的背影 倒不是说觉得心疼 只是觉得柳家老爷子的事情 多少和我有点关系 我总不能真那么无情 白幼楚 谢谢你刚才给我解围 但我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 白幼楚恨铁不成钢地掐了我一把 我是为了给你找回面子 结果你还要贴回去 舔狗没当过是不是 之前以我的身份和柳如烟在一起 什么难听的话都是一句接着一句 现在他病了 我不能不管 白幼楚健壮 就算心中不满 却也只能收敛思绪 行 那你走吧 老娘真是白多管闲事了 这么好的酒你也别喝了 老娘自己喝 我哭笑不得 突然发现白幼楚发脾气的样子 看起来还挺可爱 到了医院 我和柳如烟一前一后去了病房 幸好天不该绝 柳爷爷已经从ICU重症病房 转到了普通的单人病房 他看到我 脸上的愁容 才总算是勉强消散了不少 纪博 你来了 爷爷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我凑过去 给柳爷爷倒了杯水 爷爷 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你现在年纪大了 千万不要京城上火均子 否则对自己不好的 柳爷爷勉强顺其地点点头 爷爷知道 爷爷还等着抱孙子呢 随后他气呼呼地瞪着柳如烟 你这丫头主意真是越来越大了 如果你还把我当成爷爷的话 就赶紧和纪博复婚 你们离婚的事情我不同意 柳如烟试图为自己辩解 爷爷我 下一秒 病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十一腾成 他就是柳如烟的新成人 也是大家族的少爷 最擅长的就是伪装和善 只见他刚出现 就主动握住了柳如烟的手 食指向扣 一腾成道 柳爷爷 别的事情 烟烟都可以答应你 唯独这件事不可以 因为我们已经打算领证结婚了 柳爷爷好不容易消气 现在更是气得差点吐血 胸口剧烈起伏的 让人看着心疼 你这个混账东西 难道你家里人没教过你规矩 想娶我孙女 除非是我死了 柳如烟下意识抽回手 不知道为什么 他居然会有一种 特别不自然的感觉 他看了一腾成一眼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好不要过来了吗 我站在病床边 给柳爷爷顺起 谁知道一腾成又语出惊人 我要是再不来 我老婆就要跟别人跑了 柳爷爷 你用这一套没用 反正烟烟只能嫁给我 因为他肚子里 已经有了我的孩子 我再次愣住 哈 按照原剧情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然而一腾成表情那么笃定淡然 就连我都忍不住怀疑 难道我记错了 柳爷爷这次彻底忍不住 把手里的杯子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还渴出了血 柳如烟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你居然敢怀了别人的孩子 你让纪伯的面子往哪搁 柳如烟想要解释 奈何一腾成根本不给他忌讳 柳爷爷 看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也不是很好 还是别自己气自己了 我再怎么样 也总比那个小白脸要好 让烟烟嫁给我 难道不好吗 最后一腾成是被人给赶出去的 包括柳如烟也被丢了出去 柳爷爷一脸愧疚与心痛 都是我这个老头子没交好孙女 他怎么能做那种事 我内心毫无波澜 反正我对柳如烟本来就没有爱 离开了医院 我长出一口气 打了辆出租车就回家去了 只是没想到 刚到家门口 就看到门口蹲着个醉醺醺的丫头 是白幼楚 她好像喝了不少酒 嘴里还在无意识地嘟闹着什么 萧继伯 你是不是傻 人家都不要你了 你还上赶着 萧继伯 你这个大坏蛋 本小姐也是有脾气 有尊严的好不好 你 你这个蠢蛋 我轻轻拍了拍白幼楚的肩膀 语气多少有些无奈 林大小姐 你这是喝了多少 怎么在我家门口发酒疯呢 听到我的声音 白幼楚扶墙起身 仔细地盯着我 好像恨不得把我盯穿 随后不等我有所反应 就趁着酒劲 把我逼动在门口 我傻眼了 这 这丫头要干嘛 白幼楚抬手捏了捏我的脸 手筋不小 有点疼 我忍不住撕了一声 他又戳了戳 真是你啊 肖继伯 我点头 不然呢 难道还能有第二个我吗 话音刚落 白幼楚点起脚尖 直接吻了过来 我彻底傻了 这 剧情里也没这个呀 他紧紧拽着我的手臂 好像生怕我会跑了一样 肖继伯 本小姐也是有脾气的 你都已经离婚了 从现在开始 你别想再去靠近别人 说真的 白幼楚比柳如烟还好看 最主要是这个性格 很有德性 他这么主动 估计是个男人都忍不了 包括我 以至于后来的事情 都有些水到渠成 不得不说 这套房的主窝内 真是好大一张床啊 如果说 之前我还不了解 白幼楚为什么会那么在意 我有没有离婚 那么 经过这一晚后 我就懂了 这丫头 居然喜欢我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之前居然一点都没暴露 也太能隐藏了吧 嘿 这可真是意外惊喜 这一夜 我和白幼楚非常契合 第二天 一直到太阳高高挂起 我和白幼楚 这才一前一后行转 白幼楚睁开眼看到我 顿时惊呆了 他像是想到什么 连忙掀开被子 结果差点给自己吓晕过去 我是在做梦吧 对 我一定是在做梦 他自我催眠道 我一副委屈的样子看着他 白幼楚 你该不会是不打算负责吧 昨晚你那么激烈 那么主动 根本就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今天这是想要翻脸不认人吗 白幼楚也没想到 我会是这样的神操作 顿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装作生气的起身 穿好衣服 你要真不想负责 那你就走吧 白幼楚慌了 虽然对于这一系列的局面 都在意料之外 可他一点都不反感 等一下 萧继伯 我也没说我不负责啊 得到了准确的回应 我转过头 脸上早已恢复了玩味的笑容 真是个笨丫头 我开玩笑的 不过 毕竟你都已经占有我了 我会对你负责的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男朋友 你就是我女朋友了 你 你是故意的 白幼楚又气又害羞 最后干脆用被子捂着脑袋 不说话了 我揉了揉饿了一晚上的肚子 我去做点吃的 你再睡会 幸好我厨艺不错 走了一个柳如烟 却来了一个 更讨人喜欢的白幼楚 想了想 这简直就是神仙一样的生活吧 我去厨房忙碌了好一会 打算给现任女朋友 好好地露一手 没想到又有人敲门了 我走过去开门 就看到脸颊红红的柳如烟 像是被人给打了 就算是涂了粉 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痕迹 我有些意外 也开门见山 昨天医生说 爷爷的情况已经稳定 只要接下来不受太大刺激 不会有什么大碍 你还有事吗 柳如烟不说话 我也不想让白幼楚误会 好歹她才是我的现任女朋友 你要是不说话 那我就关门了 柳如烟慌了 之前她一直被我宠着 什么都一探 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可这一切都是她旧游自取 看着我真要关门 她连忙开门 肖继伯 我没有怀孕 虽然之前我一直拒绝和你做夫妻之事 可我也没有出轨 更没有跟一腾成 我掏了掏耳朵 说实话 对于这些事情 我并不感兴趣 说完了吗 我又问 柳如烟有些受挫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今天下意识就来到了这里 想要解释自己和一腾成之间 还没走到那一步 结果到头来却发现我 根本就不在意 心里不免有些难过 白幼楚就是在这时候 穿着我的白衬衫 从卧室里走出来 她的衣领大开 可以看到不少昨晚的痕迹 发生了什么也都一目了然 柳如烟顿是犹如 被人捅了一刀一样 好久都忘了反应 还是白幼楚主动开口 又像昨天一样 搂住我的手臂 脑袋亲密地靠在我的肩头 老公 柳小姐怎么又来了 你不知道 我很小心眼吗 柳如烟身子晃了晃 抵着门的手无力地滑落 我微微一笑 揉了揉白幼楚的脑袋 乖 怎么不多睡会 柳小姐来这儿 是为了跟我说爷爷的事 没别的意思 以后非必要 我们都不会见面了 你别吃醋 柳如烟再也待不住 匆匆留下一句 对不起 打扰了 然后就快步离开了这里 白幼楚也是在这时松手 不满地在我腰间凝了凝 我告诉你 之前怎么样也就算了 可我这个人 占有欲很强 你要是敢跟柳如烟 藕断撕连 我就 白幼楚视线下意 我心头一紧 随后连忙拉着他 去餐桌边 饿了吧 准备吃饭了 过了这个小插曲 我和白幼楚谈起了恋爱 他从对门搬来和我住在一起 反正手里有钱 白幼楚也不缺钱 我俩每天过得 都十分潇洒开心 不过我发现 最近好像有人在跟踪我 如果没猜错 应该是我的家里人 正在暗中调查 我继续暗部就办 日子一晃就过去了 将近一个月 听说柳如烟 快要跟一腾城订婚了 就在半个月后 我无动于衷 反正本来也不喜欢 柳如烟跟谁订婚 跟我都没啥关系 一晃又过去几天 白幼楚生日 白家给他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宴 我和白幼楚算得上是地下恋爱 关系并不全透明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相处 有人看到 我来到了白家的生日宴会 忍不住在一旁 对我指指点点 这不是柳如烟身边的 那个小白脸老公吗 什么呀 那都已经是过去事了 现在柳如烟 马上就要跟一大少爷订婚了 他一个小白脸算什么东西 来这也不嫌丢脸 我有点无语 我来我女朋友的生日宴 有什么丢脸的 更何况 我又在人群中 看到了熟悉的面孔 是那些调查我的人 除了调查我的人之外 还有其他的人影 接下来 应该就快有好戏上场了 对于别人的议论声 我都置之不理 反正只是一些跳梁小丑而已 我找了个空位置坐下来 看着白幼楚 穿着高定理服裙 出现在众人面前 白幼楚也立刻锁定了我的存在 要不是因为被太多人簇拥 估计早就忍不住朝我走来了 只是没想到 居然还有不速之客来找我麻烦 逼腾成带着自己的一众呼朋狗友 把我包围起来 他看我的眼神特别不善 甚至恨不得对我当场动手 挖苦的话 也是张嘴就来 你这个吃软饭的垃圾 是谁准你来的 这里是大家族才能来的地方 你一个垃圾凭什么能来 信不信本少爷让人把你丢出去 赶紧滚 我有些生气了 我不发脾气 是因为不想跟那些闯祸一般见识 但不代表我完全没脾气好吗 我看了一腾成一眼 记得原剧情说一腾成有个病 那就是在某些方面时间很短 我故作嫌弃到 垃圾也好过三秒男要强 你这样 真的不会被女人嫌弃吗 一腾成像是被我踩了尾巴一样 瞬间火冒三丈 你这个王八蛋 你胡说八道什么 老子才不是三秒男 其他人也在窃窃私语 应该是在怀疑我这些话中的真实性 不过没关系 正所谓一旦谣言出现 就算是假的 只要说的人多了 也总会变成真的 眼看着一腾成要对我动手 我也已经做好了跟他动手的准备 只是没想到白右楚会推开所有人 快步来到了我的身边 他不悦地瞪着一腾成 一腾成 你在这胡闹什么 谁准你这么对他的 一腾成还没意识到哪里不对 告我黑状 白右楚 这是你别管 萧继伯就识的垃圾 你把他交给我 我一定要弄死他 白右楚差点就一脚踹过去了 说他男人识垃圾 明明一腾成才识垃圾 还真是好大的胆子 萧继伯是我男朋友 未来会是我的老公 我看谁敢动他 一句话 顿时在整个宴会中炸开了锅 所有人都是面面相娶 不敢相信 什么情况 萧继伯怎么就变成林小姐的男朋友了 他不是柳如嫣之前的老公吗 这吃卵饭的本事也太厉害了 只觉得浑身难受 甚至还忍不住有点小嫉妒 说真的 他后悔了 他不应该冲动的离婚 明明自己遇人不输 竟然会为了一个这样的男人 要跟自己的老公离婚 一腾成也傻眼了 笑得比哭还难看 白右楚你开玩笑的吧 萧继伯是什么东西 他配不上你 我淡淡的瞥了一腾成一眼 三秒男 给你脸了 我配不上 难道你配 所有人都觉得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唯独只有白右楚 还在义无反顾乎在我的面前 就在情况有些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 我是个不择手段勾引女人的男人 要把我赶出去 就连白家其他人也都被吸引过来了 我丝毫不慌 因为人群中的那些人影 也在蠢蠢欲动 当人人都想欺负我的时候 他们脱颖而出 萧继伯少爷 我们总算找到您了 一句话 再次掀起巨大的浪花 那些人再次面面相去 人人都在讨论着 这又是什么情况 少爷 一个没身份没地位的孤儿 也能被称作少爷 伴随着那些人 从人群中挤出来 有人通过他们的衣服 认出了他们的身份 我去 这 这好像是京城萧家 谁不知道萧家的存在 就算是十个百个柳家 一家 又或者是百家比起来 都是比不起的 他们萧家人 居然会喊萧继伯少爷 有人又想到了多年前的传闻 我记得二十年前 萧家就说自己家丢了儿子 愿意花重金寻找 奈何一直都没找 该不会萧继伯就是那个儿子吧 还别说 你还真别说 我刚才百度搜索了一下萧总的照片 发现萧继伯跟他长的是真相 我表面毫无波澜 其实内心早就已经倒腾起来 来了来了 我最期待的场面总算是来了 只是没想到 阴差阳错的会在这里装了个逼 那些人乌鸦鸦的跪在我面前 明明都已经二十一世纪了 却还讲什么尊卑之分 这画面是真的够震撼 就连我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我们是萧家的保镖 今天来这事为了迎接萧少爷回归 请萧少爷跟我们回家 亏的是我熟读剧情 否则现在还真是不能假装淡定 后面的事情自然变得非常水到渠成 通过做了亲子鉴定 最终确定我和萧总的血缘关系是真的 根据医疗鉴定最终确认 我有99.999%的可能性是他的亲生儿子 白幼楚震惊的人都快没了 众目睽睽之下 我牵着白幼楚的手一起离开 因为我的身份已经曝光的缘故 没有人再敢去多说一句 也没有人再敢说我是什么软饭男的小白脸 白幼楚使劲掐了自己一把 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疼痛 这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是萧家唯一的儿子 未来整个萧家也都是我的 谁又能想到 我是曾经所有人都看不起的孤儿 然而现在摇身一变 却成了他们所有人都高攀不起的存在 萧家所有人对我都很好 无论我想做什么事情 他们都无条件的选择支持 知道我和白幼楚在谈恋爱 甚至还有结婚的打算 直接从家里送来了一点小小聘礼 所谓小小聘礼 却足以再次震惊所有人 看着那么多的聘礼 一车一车的拉到白家 我住在医院躺很久 也因此耽误了和柳如烟的订婚行程 估计要等到身体恢复才能进行了 我住在萧家给我专门安置的私人别墅内 跟白幼楚一起动手下出 每次回想起白幼楚生日的那一天 他都笑得合不拢嘴 萧继伯 你还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 人人都说之前我的眼光非常不好 可现在人人都在羡慕我眼光非凡 没想到你就是萧家的儿子 之前我还想着以后让你入坠 跟我一起管理白家公司 现在看来是没可能了 我笑着擦掉白幼楚脸上的面粉 其实也不是没可能 入不入坠的都无所谓 割爱的是你这个人 白幼楚笑得合不拢嘴 因为在我的怀里 别的暂且不说 我可真是捡到宝贝了 某天 我和白幼楚出去逛街 没想到意外又碰见了伊藤成 伊藤成应该是身体刚好没多久 在大街上左拥右抱 关键抱的还不是柳如烟 看他熟练的样子 这种事情应该不是头一回了 伊少爷 你说要给我们姐妹俩买跑车 是不是真的 伊藤成笑着在二人屁股上摸了一把 当然是真的 只要把本少爷伺候好了 别说车子了 就算房子也给你们买了 下一秒 柳如烟不知道从哪突然冒了出来 他一把将伊藤成怀里的两个女人拉开 脸上表情又愤怒又悔恨 伊藤成 你对得起我吗 明天就是我们订婚的日子了 你竟然还在鬼混 伊藤成不耐烦的推开柳如烟 还给了他一个巴掌 滚开 柳如烟 你烦不烦了 当初愿意跟我订婚 又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难道不是你也愿意吗 老子就这脾气 就这爱好 你要是能忍就忍 你要是忍不了 那就滚犊子 懂 柳如烟被一巴掌甩在地上 大雨倾盆而下 很快 他的衣服就湿透了 可他好像不知道躲开一样 只是像条丧家犬一样 待在那里 他后悔了 真的后悔了 伊藤成根本不在意柳如烟的感受 做完这些 又搂着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离开了这里 临走时 还丢下一句 之前不过就是 对你一时新鲜而已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我和白幼楚坐在车内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发生 想了想 我跟白幼楚说了一句 我下去看看 白幼楚点头 观顺地坐在车内 好 那我等你回来 我拿着伞 一步步走到了柳如烟的身边 为他遮挡风雨 柳如烟像是有所感应 一点点抬头 看到了许久未见的我 他的脸上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 在这一刻彻底绷不住了 他紧紧地拽住我的衣袖 萧继博 我后悔了 我后悔跟你离婚了 如果没有白幼楚 我们之间有没有可能重新复合 我抿了抿唇 终究还是摇了摇头 没有可能 柳如烟 你是知道的 自从你要跟我主动离婚的那一刻 我们之间就已经结束了 就算没有白幼楚 我们之间也不可能重新复原 毕竟泼出去的水 根本就收不回来不是吗 柳如烟失声痛哭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伸出手 把外套披在柳如烟的身上 有什么话 还是掀起来再说吧 柳如烟定定的凝视着我 她没有在我脸上 看到一丝不该存在的情绪 最后也只是小心翼翼的问 我可以抱抱你吗 就只是抱抱而已 也许是为了原来的自己 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 柳如烟哭得那么痛 我有些不忍拒绝 我和她在雨中相拥 柳如烟又缓缓倾笑一声 谢谢你 萧继博 人在这辈子总是会有很多的选择 柳如烟 现在我和伊藤城中间 选择了后者 这才导致自己有了这样的结果 都说自己选择的路 白柳楚就拿出毛巾 给我擦拭身上的雨水 怎么给自己也淋湿了 要是感冒了怎么办 尽管看到我和柳如烟拥抱 心里有些不太舒服 却还是很乖巧的没有提起此事 反而十分关心我 我动容的揉了揉白柳楚的脑袋 老婆 咱们结婚吧 白柳楚一双猩猩眼死死的盯着我 好像生怕我会反悔一样 迫不及待点头 好 结婚 明天就结 结婚是要的 明天结婚是万万不可能的 好歹也要提前准备准备 一腾成退婚的消息 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那些曾经都看不起我的人 现在却在处处巴结 他们都想要和我盼情道骨 哪怕能够跟我多说两句话 也是好的 听说萧少爷前期退婚了 原因是一腾成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 还说一腾成那方面好像不太行 事情闹得可大了 萧少爷 这事你怎么看 又不用兄弟们帮你做点什么 我摇了摇头 没什么好做的 反正一腾成本来也活不久 我记得按照原剧情 一腾成过段时间会查出身患癌症 还是癌症远期 根本就无可救药 最多也就只有一年好活 这种人 哪里还需要我自己动手 脏了我的手呢 有这个时间 我还是先跟我老婆去挑挑婚纱 拍拍婚纱照吧 之前没有老婆不知老婆好 现在肯定要把老婆当成宝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人总是要向前看 才能过得下去 看着白幼楚穿着婚纱 头戴白纱从11间走出 我的内心也十分激动 说实话 之前我总是会有一种 不太有归属感的感觉 而现在 我已经彻底踏实了 白幼楚忐忑地问我 怎么样 这件婚纱好看吗 我穿着配套的西服走过去 白幼楚本来就美 穿婚纱的样子更美 可是 这么长时间过去 我还是记得在那天那个早上 白幼楚故意穿着我的衬衫 出现在我和柳如嫣面前 一个小女人的心思 其实很好猜 她无非就是在彰显主角 镜子里的我和白幼楚很般配 我轻轻搂住白幼楚的腰 很好看 不愧是我老婆 这模样出现在别人面前 还不得把人眼睛给亮下了 白幼楚笑红了脸 就你会说话 我又凑到白幼楚耳边 不过 我还是觉得 我老婆那天穿白衬衫的样子最美 要不今晚再穿给我看 白幼楚脸更红了 你 你真是越来越 我打断她 你都是我老婆了 怎么还害羞呢 目前咱俩都是25岁 以后咱们还有最少六七十年的时光度过 老婆不好意思怎么行 你可得提前习惯习惯 先开头杀 我亲吻白幼楚的唇半 老婆 未来几十年 就请多多指教了 以后 我会继承肖家公司 属于我的好日子 才刚刚开始